泰宅甫天滿宮這代是九州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每年約有850萬人參拜 周邊的商店街也有超多美食可以享用 知名的星巴克也在這裡 晚上搭配福岡明霧水翠料理 然後在博多周邊逛逛結束精彩的一天 我們一早大概9點就出發到泰宅甫吧 泰宅甫位於福岡縣的中鋪 距離福岡市東南方約16公里 從天神搭車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大部分景點都聚在車站附近 挖個幾個小時在這裡來想充實的旅遊吧 我們從車站一出來 首先迎接我們的就是天滿宮餐島 是前往天滿宮之前的商店街 在400公尺的道路上走過80家店 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充滿特色的商店可以讓你一次逛得開心 比方說超人氣的星巴克泰宅甫天滿宮錶餐島店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這家店的基底色調和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你一看就知道是衛舞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 長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然上午拜訪泰宅甫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中和代表泰宅甫天滿宮的梅樹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創業100年的卡三諾鴨應該是泰宅甫名產 梅枝餅最有名的店 梅枝餅可以說是紅豆餡餅 卡三諾鴨使用手工化 加上自動化設備 確保質跟量都一定的水準 吃起來甜甜QQ 然後外皮很脆 天山的鬼瓦モナカ非常的知名 有一次超大DX草莓大福夾心餅 不但大又甜 也超級適合IG打卡喔 竹子安是一家漢堡店 特色是炸雞漢堡及炸雞 雞肉炸的酥脆不油膩 福岡產的石舊玩小麥 讓麵包皮吃起來非常的實在 福岡知名的明太子店 在這裡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點一杯明太子茶泡飯 享受溫和 但帶有點微辣的特別實感 離開參道我們來到太宰府天蠻宮 這裏創建於西元九一九年 所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尖元道征 所以也是考生祈求合格的知名神社 經過新自持的太古橋 我們可以看到美北的紅色樓門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到了本店 本店為中央文化財 鑒於西元1591年 為日本桃山時代的豪壯華麗樣式 我們就愛此求個豪運吧 鮑勃最喜歡鼻腫附近的小山丘 這裡有小小的瀑布 然後往上爬 還可以由上往下看天蠻宮的景色 從倉普池走過幾分鐘 我們通過一個很長的手幅梯 來到九州國立博物館 這也是繼東京、京都、奈良後的第四個國立博物館 設於2005年 這個博物館有亞洲的歷史觀點 看日本文化 簡單來說這個博物館也很適合非日本的觀光客參觀 以中間的展場為主 加上另外11個小展場 每個小展場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很好懂 館藏也有非常多珍貴的國寶跟文化財 逛完太宰府這區域時間也漸漸傍晚了 我們回到市區吧 搭車到中州這一帶來吃正統的博多水吹鍋當晚餐 包博絕都難得到這裡了 要吃就要吃最有名的店 我們來吃博多味醋伊肉哈吧 這家地在塔北都會有超高的3.85分 在Google map上也有4.2分的好評 招牌料理為水吹 簡單來說就是雞肉高湯火鍋 湯雖然看起來很輕 但實際上有非常濃郁的味道 然後加上雞湯煮出來的柚花雞肉 雞糰子 以及各種不同的蔬菜 太棒了 這家店開業已經60年了 創業之初就秉持了極度講究肉類 和蔬菜等各種食材的理念 雖然日本有很多這家店都有水吹鍋 但食材跟60年來的細心烹煮方式 讓這家店成為福岡 甚至全日本最有名的水吹鍋店 讓我們就在這裡慢慢仔細的品嘗晚餐吧 吃完晚餐我們就從中洲這一帶 慢慢的散步到博多車站 一路上可以經過夜晚的河畔 也可以看到運河城的水舞秀 如果到博多車站還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逛一下車站大樓百貨公司 或者看一下燈飾 結束精彩的行程 一定會有意見 我們來看 鎮的方向 第一這次我們會拍攝